我們剛講到外交戰場是什麼 是現在其實台灣雖然說 我們的邦交國已經越來越少了 但問題是我們有很多地方 因為有台灣人有台商 我們還是有民間的需求要辦簽證 所以有很多的辦事處 現在這個對岸看起來呢 是跟很多的國家比較好友好 那南非這邊開了第一機槍 他是說根據2758 就是每一次民進黨都會提到 那個聯合國那個聯大決議2758號 他認為已經跟中華民國 沒有所謂的邦交事宜 所以在首都的並不適合 他覺得應該要把我們代表處 給簽到別的地方 他們的媒體就說 臺灣可能會三招反制 這三招包括什麼 包括說我們有晶片 萬一晶片不給怎麼辦呢 那另一個部分也包括了南非老師 在臺灣現在據說是有五千人 那如果說這五千名老師 現在沒有辦法讓他在持續 在臺灣就業的話 對他們的影響 因為南非現在經濟不好 影響也是很大 那對於這一些的說法 很多人呢其實是有不同的看法 美國這邊當然是講啦 說應該要取消南非的貿易優惠 要幫我們讚蝦 又或者呢 日本也跟我們講了說呢 其實他們這邊都有在幫我們聲援 美日同步來幫忙聲援 外交部則說呢 我們要主動出擊 他幫我們趕出去 我們就把他趕出去 好可問題是 真的是會影響到他們的 比如說汽車製造產業嗎 晶片一定要用臺灣的嗎 因為奶晶姐很多人也講啊 他現在可能沒有用到那麼精密的晶片啊 成熟晶片大陸也可以賣他啊 美國的議員啊 就是說要把南非呢 趕出剔除掉所謂的非洲成長與機會法案啊 但是呢我們看到呢之前的時候呢 南非因為在有關於俄烏戰爭的這件事情上面 沒有跟美國站隊啊 他比較站在俄羅斯的那一方 在聯合國的兩次對於不利於俄羅斯的相關的案子裡面呢 他都投下了棄權票 然後呢還邀請這個普丁呢去參加 在南非舉行的金專峰會 雖然說當時最後普丁是沒有去啦 但是美國的國會議員也就超不爽啊 然後就是說剔掉剔掉剔掉 把他從AGOA就是非洲成長與機會法案裡面 趕出去剔除名單 他也沒有啊 他也沒做到 那這一次呢 真的就是會為了說逼著 我們要把我們的代表處 從Pretoria首都簽到那個約翰尼斯堡 然後美國就這樣做嗎 美國現在你要知道 美國現在的國務院 他整個的這個國家的這個狀態呢 是處在最後關頭的選舉的一個 這是熱火燒的一塌糊塗 而且呢 現在呢川普當選的機率呢 又大又再提高了一些的情形之下 我覺得整個的狀況呢 是完全是超乎他們這些行政單位的 這個想像 而且這也不是一個很 這也不是一個很熱切 很迫切要處理的議題 所以我並不覺得美方呢 行政單位呢 真的會是會是這樣做啦 然後我們要寄 我們要寄出來的反制的措施 你想想看 他說我們有有五千多名的南非的英語教師 在臺灣 那補教業者是說一千多名 你把他們趕出去 那他們去大陸交就好了嘛 然後就是說 我們相對應的這些手段來講 你對他來說都不製成都不形成致命的打打擊 更何況呢南非跟中國的關係呢 真的不是普通超級的好 他們現在又在喀山 這俄羅斯的喀山才在開這個金磚峰會 所以說這種屬於屬於這種很鐵桿關係的 這兄弟的同盟 同盟的關係 那他當然他沒有用同盟關係來界定彼此的關係 但是我就說這麼緊密的關係 會是因為我們使出了這樣子的反制措施 而讓南非退卻嗎 當然我覺得大陸的這一招在背後使力 要南非這樣子對我們如此不公平的待遇 實在也是欺人太盛了 可是這國際現實上面 我們就是可供使用的籌碼 真的太少了 就是說如果說能夠再去想辦法 從南非執政黨的國會議員這邊來去下手 能夠盡量的讓這件事情拖延 拖延了之後 是不是可以創造出一些 更可以去談判的一個空間來的話 我覺得這可能是唯一的一條路 不過南非的大陸對我們下這麼大的一個重手 他其實也就是反映了兩岸關係不好的 一個很現實的一個狀況 我們過去常常講說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 我們現在外交就是我們兩岸政策的延長 兩岸政策有多壞 我們對外的關係的處境就有多糟